当年川村已经69岁 当时其他制造业大手纷纷请了外国人或是年轻人担任社长 所以市场跟公司内部对于川村不要说不看好了 那可是一片骂声 笑死 怎么请一个一辈子都待在日历 还是子公司的老辉亚回来当社长 日历真的是要完蛋了 哎 日历不止没有完蛋 还奇迹似的V字扭转 你知道吗 日本日历制作所的股价 过去五年神一般的涨了3.5倍 家用变频冷气 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 对就是这个你我都耳熟能详的日历 同时其同样日本大手制造业的Panasonic 东芝三菱电机股价大约是5年前的1.2到1.5倍 Sony是2.5倍 但最让人吃惊的是 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是2009年 也就是受到雷曼兄弟金融海啸冲击的隔年 日历集团经破7873亿日元的赤字 撕开了日本制造业优势以来最高额的亏损 那时候所有人都叹息说 这公司没好啊啦 但日历凭借着 浴火重生 V字反转 日历有没有可能也预示着日本制造业的未来呢 日历的创始者小平浪平 东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矿山的修理厂工作 后来辗转来到磁城县的日历矿山 1910年 小平自己设计制图做出了三台日本首次自制的无马力电动机 后来决心投入电器机械制作 第一个工厂就设在日历市 也是从这里走出了世界顶尖的制造大手日历 从少数的几项工业制品出发 日历不断扩张事业版图 变成总和 也就是什么都做的电器制造集团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名词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抱着很多的鲜花 一一分给在场的所有人 这种雨露均沾的方式 说白了就是无差别式的多角化 样样通 很可能样样松 毕竟任何企业 哪怕是再大的企业 资源都不是无限的 无差别的多角化还会衍生另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日本 关系企业越来越多 这个关系企业是上司的同期 那个关系企业是过去特别照顾我的前辈 甚至连退休干部的意见都要顾及 所以那时候有个词叫做日历时间 就是在言语说 日历的决策时间真的太长了 可以想见的 无差别式的多角化 加上农长的经营决策时间 最后一定会导致企业效率的低落 失去竞争力 就像开头说的 创下日本制造业有史以来最高额赤字的2009年 川村龙就任了日历社长 川村 1962年东大工学部毕业后 直接加入日历制作所 从此一辈子都待在日历 1999年当上副社长 2003年退任副社长后 就一直带子公司担任会长 2009年日历不只是火烧屁股而已 整个大院都要烧掉了 川村从子公司被请回来救火 当年川村已经69岁 当时其他制造业大手 纷纷请了外国人或是年轻人担任社长 所以市场跟公司内部 对于川村不要说不看好了 那可是一片骂声 笑死 怎么请一个一辈子都待在日历 还是子公司的老辉亚回来当社长 日历真的是要完蛋了 诶 日历不止没有完蛋 还奇迹似的V字扭转 川村后来出了一本书 在亚马逊上评分4.3 书名叫The Last Man 他就叫自己是Last Man 当初他同意接任社长 提出一个在日本说来是 慕无尊长离经叛道的要求 那就是过去的经营证必须全部退出 而且他要同时兼任会长跟社长 川村说 我就是那个Last Man 最高决策由我一个人独断 也由我一个人负责 我的身后再也没有大三 对于自己的年龄 川村说 没不对 我是老啊 但相反的 论年龄 整个集团内没几个子公司的社长 年纪比我大的 论资历 我从23岁开始干到现在 一辈子都待在日历 由我这个老头来执行改革 公司内的反对势力 得不到增效 一切由我说了算 日历时间从此将不再存在 Last Man 川村除了top-down的改革 精简的干部阵容 让决策更加迅速以外 还推行了三项改革措施 首先是将日历的事业部门公司化 过去日历是看集团整体的盈亏 有些事业赚钱 有些事业赔钱 反正大锅饭 放在集团整体里面 大家一起混水摸鱼 但是当事业部门公司化了以后 照要进一照 那是清清楚楚 谁赚 谁赔 一目了然 这就给了第二项措施 奠定良好的基础 赔钱的事业 进行缩编 还有撤退 第二项还算是容易理解的 但第三项的改革 才是最最困难的 哪怕是赚钱的公司 只要远离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 在集团内 无法建立出纵效 都要采取攻击性事业卖出 比方说 日力化成 主要从事高性能材料跟化学品的生产销售 包括电子材料 汽车材料 先进材料跟系统解决方案 又或者日力金属 专注于高级金属产品跟材料 包括特殊钢材 磁性材料 跟电子材料等 这些公司不止盈利 长期以来表现优良 稳定贡献集团营收 这样的公司应该卖吗 日力选择 卖 在事业体还有竞争力的时候 进行卖出谈判 趁还能卖出个好价钱 赶紧出手 换取相对应的成长资金 投入未来成长方向的事业 创造良性的循环 那核心事业是什么呢 日力给出的答案是 Lumada 我看到大家在荧幕前说 蛤 这是什么 Lumada Lumada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字 这是日力自己造的字 结合了 Illuminate 照亮 产名 启示 以及Data 数据 也就是透过照亮客户的数据 引出新的知见 解决客户的经营问题 并且促进事业的成长 具体的说 随着技术的进步跟生活方式 价值观的多样化 商业模式从单纯的商品销售 变成带来体验的服务 透过体验 提供新的价值 不断产生新的业务 Lumada 使用数据分析跟AI技术 因应环境跟未来的快速变化 创造新的价值 这样说还是有点抽象 具体来说 日力在盘点未来趋势跟置身优势后 在数位转型上强化了日力三支键 第一支键是IT 开发那种不能出现故障 或者是停止的系统 这是日力的强项 第二支键是OT Operational Technology 像是发电厂 铁路运行的系统开发 以及控制运用物品的高度诺好 第三 Product 产品 包括家电 空调 电梯 产业机器 控制面板 发电设备等 日力原本就有的广泛制品线 鲁马尔达的核心概念 加上这三支键 就是日力的三大事业体 第一事业体是DSS Digital System and Service 数位系统和服务 2022年的营收是2.4兆日元 这是日力整体联系的骨干 其中6成5营收来自于日本国内 这里面又有三个板块 1.前线业务 分为金融业务跟社会业务 金融业务包括面向金融机关的系统 跟数位转型提案 社会业务就是面向政府机构 支撑社会基础设施的电力跟交通 2.IT服务 分成日力系统跟日力解决方案 日力系统建构业务用的系统 运用监控跟维修 日力的解决方案是针对制造业 流通业还有通信产业 提供有效的行销工具 3.服务跟平台 支持卢马达最核心的部分 主要来自于日力在2021年收购的 Global Logic 专为客户提供软体设计 开发跟测试服务 第二事业体是GM Green Energy and Mobility 绿色能源跟移动性 年营收是2.5兆日元 这块主要来自于海外的成长 海外的营收占比超过8成 其中有四大板块 1.核能发电站的建设跟维护 2. Hitachi Power Solutions 提供再生能源 无碳排放能源等服务 3.铁道系统是世界第三大 在英国取得不错的成绩 正拓展到美国跟法国 4. Hitachi Energy 世界输配电第一 也收购了瑞士的ABB输配电事业 第三事业体是CI Connective Industries 连结型产业 这也是日历最根本的制造领域 年营收将近3兆日元 海外营收占比约5成 其中有六大板块 1.水跟环境 提供给水跟排水等社会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 2. Hitachi Global Life Solutions 包括家电、空调机器的制造、贩卖跟维修 3. Industrial Digital 产业数位 由产线上的机器人 自动化以及面向产业的系统整合事业 4. Industrial Products 产业制品 像是离芯压缩机、空气压缩机等产业机器 5. Hitachi Building System 有电梯的制造、维修 主要的营收在中国 6. Hitachi Hightech 包括半导体制造装置 协议分析装置等制造跟贩卖 日利过去一直主要提供家电产品、系统解决方案 业务集中在日本国内 经过改革 日利转向了社会创新事业 利用数据跟物联网的服务产品 把业务拓展到全球市场 通过跟各国企业以及政府的合作 推进创新 我们从财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日利的体质有了根本的改变 首先是收益的改善 根据东洋经济整理的图表 日利的营收从2006年以来 大约在10兆日币上下徘徊 但营业利益从一年不到2000亿日币 一路成长到8000亿 净利也从市自成长到一年6000亿左右 其次是国内外的收益占比 日利的海外收益占比 从2013年的四成到2022年超过六成 第三是旗下公司的收益占比 从十几年前的样样通 样样松 到现在专注于卢马达 而且将近四成的收益都来自于近年收购的公司 刚刚提到 现在有将近四成的收益来自于近年收购的公司 就拿日利收购的美国IT企业 Globalogic当作例子吧 2021年日利花了一兆日元 收购了Globalogic 让许多分析师跌破眼镜 觉得日利当了约纳头 因为当时的Glo每年营收只有1000亿日元 为什么要花一兆日元呢? 因为日利经营层看到的是收购以后的增长机会 Glo是一家位于美国的IT顾问服务公司 主要的业务是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营跟维护 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主要的客户是世界级的重量企业 比方说麦当劳 全世界的自助点餐系统就由Glo提供 当然还有许多知名的全球企业 而日利在IT上并没有Glo的世界知名度 所以这次的收购更聚焦于提升Lumada的数位战略 结合两家公司优势 日利可以进一步的获得全球客户基础 包括提供云端技术应用、数据分析以及AI技术等最新科技服务 提升全球的竞争力 而收购后的整合更进一步的推进日利的全球化 包括禁用不同国籍、不同人种的人才 带进来更多细股的文化基因 像是服务设计的能力跟速度 在意大利飞驰的火车正穿过绿油油的平原 搭载着日利最新的科技 在有电网的地方透过电网获取动力并进一步充电 在没有电网的地方 火车自动切换成电池模式 这种混合动力能源的方式 使用的能源跟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原本的一半左右 这台新型车辆叫做Blues 在重视环境保护的欧洲大受好评 来到北美 加拿大政府正大力推动电动车 其中一个商用电动车的企业Lion Electric正加紧生产电动小车 日利的挑战是如何将电池的生产自动化 做出高性能安全的电池 透过技术的整合 日利的工程师导入了低环境负担的自动化系统 整合进原本Lion Electric的生产流程中 自动化系统生产出来的电池搭载在校车上 护送小朋友安全的上下学 在印度 上万台日利的ATM服务被导入 日利除了制造可靠的ATM 更透过大数据分析 进一步的可以优化ATM设置的地点 回到日本 Live超市136个首都圈的店铺 导入了日利的设备统合系统 如果冷冻设备或是空调出现了异常 店铺就不需要一一通报总部 安排人手到店铺处理了 平台会直接联系签约的业者 所有的维修履历都会登陆在平台上 总部也可以更容易的追踪 并且透过数据找到问题的可能原因 减少未来的损失 或者透过日利的AI材料讯息方案 Material Informatics 在无数复杂的排列组合中 AI可以协助更快的找到新材料的可能 进一步加速材料科学的发展 或是最先端的医疗系统 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设施 这些服务的导入 可能在消费者端不再像日利的空调一样 可以简单看到日利的痕迹 但却是这些不着痕迹的导入 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强化了日利的商业模式 就像日利一直在说的 今日よりも goodな明日へ 透过技术跟商业模式的创新 日利让几十亿人可以迈向 比今天还要好的明天 今天的内容有简单的笔记摘要 放在频道会员专区 小小的心意 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 支持优质的内容 或者单纯的按个赞 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给这个小频道一点鼓励跟温暖 非常欢迎留言交流 宝贵的想法 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